带回 跑一下不要跑 跑进行李分解大档机 一万多名旅客受影响 在堆积如山的行李 就在桃园机场第二行下 昨天早上六点多 机场的行李分解系统大档机 所有旅客的行李 无法自动分解上机 必须改由人工分解 返运机场公司表示 是因为主机接收资料异常 结果通报后 以紧急抢修 并驾派人手 投入人工处理行李的工作 约两小时后 陆续恢复正常 但当时政治监峰时段 仍然造成四十多个航班延护 一万多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东新闻出包及时休 报导